宝宝到几个月时可以戒掉夜奶 出生宝宝的胃部细小,需要频密进食 所以晚上醒来吃奶其实是很自然 妈妈并不需急着戒掉夜奶 随着妈妈的胃补技巧和宝宝吸水能力预期成熟 宝宝便会自然建立有规律的吃奶模式 次数亦会慢慢减少 加上宝宝一般于三个月大后 有三分之二的睡觉时间会在晚上 直至六个月大后 约有五成宝宝可在晚间睡上六小时 所以当宝宝在日间已能够满足到 他全日所需要的营养 并有足够的活动时 他便会在晚上睡得较长 和自然戒掉夜奶 但是每个宝宝的差异性很大 若想了解更多婴儿睡眠的资讯 可浏览卫生署家庭健康服务网页 www.fhs.gov.hk 并参阅亲职系列五 六支摇篮曲之一建立睡眠常规 和摇篮曲之二宝宝不肯睡怎么办三张 若有疑问可向母婴健康院或其他医护人员查询 我们下午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和地位 在某林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和地位